大家好,今天是第八节课 前面的七节课我们讲了非常重要的 两个重要的方法 一个是数字解排,一个是元素解排 今天第八节课我们来讲一点比较轻松的 也就是关于占卜中问题的问法 以及常用牌制的推荐 然后今天呢,这节课呢 我给大家有三个地方跟大家去缠绵一下 第一个部分就是如何问一个好问题 第二部分就是问题的分类与推荐的一个排阵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个人比较熟悉的一个无排阵讲解 好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大问题 怎么样问一个好问题 然后我下面列举了八种不推荐占的问题 大家可能就会跟我说了 这八类问题都不能占 那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占呢 其实可占的问题多了 只是这八类问题是塔罗不擅长 或者说是这样问是不好的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有哪八类问题不推荐占呢 第一类问题 不成不占 不义不占 不移不占 这个是直接取材于周易里面的原话 不成不占就是不诚心 不要来占卜 不义不占就是不正义的事情不要来占卜 不移不占的就是对占卜有疑问的 就占卜的结果有疑问的 就不要来占卜 这三个呢 我觉得中西方是可以去通用的 如果说你问一个问题不诚心的话 对结果有质疑的话 那么你就不用了占占卜了 因为占卜对你来讲呢 没有一个大的心态上的改变 没有解决你的困扰 不义不占的就是不正义的事情不占 比如说有的人去占卜 这个打牌能不能赢钱 甚至是我去偷盗能不能成功 这都是不可以的 不能去占卜一些不正义的事情 所以这是第一个大点 也是一个原则性的一个事项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关于专业问题不占 关于专业问题不占是什么意思呢 主要是指相关领域 相关的专业问题 比如说 我来占卜一下孩子的血腥 是A型的 B型还是AB型还是O型 甚至是其他的血腥 这个是不可以的 因为目前有更好的方法去解决 就是去测你的血腥 对吧 这个比任何的占卜呢 来的都更多准确一些 所以专业问题不要占卜 专业问题其实还有 比如说健康问题 其实也应该归来到专业问题上 你问你的身体哪方面出现的问题 你直接去医院检查 不就更好了 就比如你就是塔罗 解决这样的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还有一个 一些 一些同学啊 ABCD 然后不知道选什么 关于答案都选择 ABCD用塔罗去占卜这样的问题 第一呢是不正义 第二呢就是涉及到专业问题 这个也是不可以的 所以呢 涉及到某些专业领域的问题的时候呢 不要用塔罗去占卜 塔罗一般适用于 你很迷惑呢 但是 而且又找不到方法的时候呢 用塔罗呢 是最好的 第三个问题是 寻物的问题不占 那么如果大家要占寻物的问题的话 寻物的话呢 呃 只能说补数各有所长吧 这个寻物啊 时间问题呢 都是塔罗呢 不擅长的 所以呢 对于这些不擅长的东西 呃 就不要用塔罗来去占卜了 嗯 周一很擅长这类的占卜呢 就推荐你去选择周一来进行占卜 第四个 自己可以选择的问题不占 呃 比如说我来占卜一下 明天早上我会吃什么 明天早上我是否会吃热干面 那么这样的问题是不可以占卜的 因为自己完全是可以做足了 可以选择的问题 呃 第五个问题是问过的问题不占 有很多人 特别是呃 办理我VIP的这样的一个同学呢 每天都问我他感情的问题 哎 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 我跟他说了 我说 一个问题呢 至少一个月以后再占 一般来讲呢 最好是三个月其实 啊 最低呢 也要一个月 然后再进行占卜 只有你问的这个问题发生 关系的重大改变的时候 你可以再再问 呃 如果说关系是很平静的话 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话呢 是 不可以占卜的 如果说 呃 万一占卜了怎么办 呃 不怎么办 以第一次占卜的结果为准 我只能这样说 以第一次占卜的结果为准 呃 比如说 我问一下 对方对我的想法是什么 这个问题是个非常好的问题 然后你今天问了一次 然后明天呢 你你和你的那个男朋友面都没有见 然后你又问一次 对方对我的想法 啊 这就是犯了第五个问题的这样的毛病 就是问过的问题 不占 呃 那么如果说 呃 当你第一天问 呃 他对我的想法是什么的时候 然后想法是很差 很不好 不会来联系你 然后第二天他联系你了 那么这个时候可不可以占卜呢 这个时候是可以占卜的 因为关系发生变化 呃 一旦关系发生变化在一个月之内呢 他是可以再进行占卜的 呃 第六个问题是 不关于自己的问题不占 很多人问问我啊 就是关于他自己的男朋友 呃 和和线旅友 或和某一个女生的发展关系 呃 那么这个是不可以的 呃 如果说不关你自己的问题的话呢 就不要去 不要去占 因为这样的占卜结果往往会不准 第七个问题是 一切检验塔楼牌准确性的问题 一定不要占 呃 为什么我要加了一定这个程度负词呢 是因为有很多人都不信塔楼牌 然后想通过塔楼牌 想通过别的东西来检验塔楼牌的准确性 这个是对塔楼牌的极不尊重 如果说你 一二再再而下来翻这样的问题的话 我可以说 呃 可能 你终身占卜塔楼都不准确了 这真的 这不是一种迷信 而是真的是 确有气势 有的人就是已经拿已经发生的事情 比如说我昨天 呃 和男朋友已经和好了 已经复合了 我今天我来沾一沾 是否可以复合这样的问题去检验塔楼牌 或者说你拿周易测的东西来和塔楼牌再来进行呃这个检验 以周易为准 然后检验塔楼牌的准确性 这个也是不对的 也是不可以的 东方周易呢和西方塔楼牌呢都有各自其占卜体系 都有形成它的优缺点 这个是不能够拿到一起来进行一个随对随错 或者是进行一个比较 当然如果说你占卜一个问题 你塔楼牌占卜的这个结果呢 你可以和周易结果来进行比对一下 看一下各方的说辞 进行一个这个统一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一方来检验另外一方的准确性 第八点呢就是时间问题是否问题胜占 关于时间问题呢 我一般是呃让我问博者去提示一个三个月六个月或一年的时间来问 比如有的人问呃什么时候会出现震桃花 然后我就我就会让他去限定一个时间 请问你是要问三个月内六个月内还是一年内呢 然后我就会让他 然后我就会给他呃占一个这个大概的时间维度 但是占不出具体的时间呃 当然有的塔楼是可以占卜出来 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 我这这方面我不是很擅长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呢不要去占卜很细的时间问题 然后是否问题 呃是否问题胜战 就是说 塔楼牌在测测测是否问题的时候 一般呢呃会给一个概率性的答案 而不是一个肯定性答案 就是说比如说我测试一下明年是否会结婚 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比如说我给你一个80%的概率 那么就是很有可能会结婚 那还有20%的这个概率是我们人为无法掌控的 因为呃呃 这20%会取决于你的因素 甚至是对方的因素 只是呃我从塔楼的结果可以看出呢 从你从从现在目前的关系顺畅发展的话 就是80%的概率性结婚 如果说呃他很可能在这呃 从你现在开始占卜到结婚的过程中 出现一些别的什么事情 无法遇到的事情 这个是无法遇到的事情呢 所以就占了那20%的比例 所以呢关于是否问题的话 一般只能测试一个概率 呃这是一些不推荐章的问题 那么什么样的问题才是好问题呢 我给大家做一个基本的分类 主要是六个分类 第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发展类 比如说呃问一下我与某人的感情发展 我的工作发展 或者我人际关系的发展啊 这是非常好的 用塔楼牌 也是塔楼牌非常擅长的 可以把呢你未来一年内的这样的一个 嗯关系的一个发展呢 解释的比较清楚 对于感情的发展呢 我推荐大家使用爱情维拉斯这样一个排阵 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就是一个八张牌的这样的一个排阵 你可以自行呢添加一张切牌 然后九张牌呢 可以去对一个问题呢解释的很清楚 然后爱情维拉斯呢 建议大家用呃五十六张小牌进行推测 也可以呢用七十八张大牌 呃七十八张所有的牌呢 进行一个推测 嗯不论不论用大牌来进行推测 因为感情的事情本身就是非常细小 细枝末节的呃 而且他而且都是很轻微的 呃大牌的话一般是大方向的 呃而且是人人的力量很难去改变的 这样的一个呃大牌 而小牌是人为是可以操纵的 在感情层面呢 大多是属于感情双方的个人操纵 所以呢呃 对于爱情维拉斯这样一个牌证呢 推荐大家呢是首选是五十六张小牌 其次呢七十八难的选的话七十八张牌也是可以的 对于工作和人际关系的发展呢呃 建议大家使用六芒新政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所有的呃占卜我这几年的实践经验之后我发现六芒新政呢 对我来讲呢是最为准准确的一个一个牌证了 因为呃大家可以看一下六个六芒新政啊 他有一个 他是有两个三角形组成的 一个向上的三角呃表示呢火元素 一个向下的三角表示呢水元素 而且那个新政呢 每个角呢又构成了土元素和风元素 他是一个四元本身这个牌证就是一个四元素的结合 所以呢呃我想大概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原因能量的流动呢 使得这个牌证的准确非常的准确 而不需要进行呃四元素的辅助来去去呃进行这样一个牌 当你去摆出六芒新政这个图案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一种能量的流动了 所以呢非常推荐大家使用六芒新政来去推测工作 人际关系的发展 也可以推测一下学习啊 各方面需要挖掘的潜力啊发展 这个是非常好的 在工作人际关系以及学习的推测的话呢 呃尽量建议呢大家使用22张大牌 或者是78张牌呢进行一个推测 呃第二个问题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就是看法类 比如说我看一下南方对我的一些看法 呃看法类的问题呢 因为没有一个专门的牌证去看待看法类的问题 所以呢一般我会选择无牌证三张 然后呢以切牌呢作为你的心态 然后以无牌证三张呢 来作为对方的一个看法的一个趋势 呃第三类问题呢就是行动类了 行动类就是我应该采取怎么样的行动 那么这个问题呢非常的小 所以也没有一个具体的牌证专门看行动 那么呢还是给大家推荐的是无牌证三张 呃第四类问题是原因 同样的道理呢也是无牌证三张 然后第五点是选择类 那选择类呢因为在塔头牌里面呢有非常的呃具体的对于选择类牌证的一个推荐 就是二选一牌证呃甚至是三选一也可以 我们都知道呢二选一牌证呢是一个呃V字形是这样的一个V字形 然后呢如果说你想进行一个三选一的话 你可以在旁边再加一个分支 也就是有三个分支出来 然后进行一个三选一啊多选一四选一也是可以的 然后再进行四个分支 这个是可以自己加的这个没关系 选择类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那么第六类呢是否呢是不太推荐的一个问题 但是呢也是不错的一个问题 然后呢一般官员是否类的问题呢 其实在塔头牌里面有一个专门官员是否类问题 的推测就是yes or no牌证 然后它根据的是正立位的数量 呃然后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根据正 完全根据正立位去看是否的话 呃结果会不是很准确 因为有一些牌 不是说有一些有相当多的牌正位 都是负面的意思 呃比如说恶魔 呃宝剑五 呃这个权杖五 等等都是一些负面意思的牌 呃还有很多我现在一时间也想不起来的还有月亮呃都是负面意思的牌 所以只是根据他的正立位来去看是否的话这个是不太科学的你可以用呢无牌证三张来呢 根据三张牌的一个关系 然后推测一个大致的概念给你的问补者 呃然后如果对方问到两个问题 呃说他对我的看法以及我采取的行动 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你可以用无牌证六张 呃就是按照前面呃上面三张呢下面三张呃 这样进行六张那进行推测 如果他问到三个问题说 对方对我的看法以及我的行动 还有未来的发展的时候呢你可以用无牌证九张 哦上面三张 下面三张 再下面三张 这样九张牌 九张牌呢呃如果说你是用到六张或九张的话呢 这个考虑的东西更多了嗯比如说上一张牌和下一张牌的这个关联呃其中数字牌的互相影响以及大牌的数量小牌的数量呃元素的这个组合分析是相当的复杂 所以如果大家能力达不到呢还是建议大家先一个问题三张一个问题三张这样来看 但如果你有能力的话呢还是非常建议大家用九张牌或者是六张牌进行推测 呃一一方面呢可以使这个结果更加准确因为排阵之间是相互联系和影响的第二个呢也是你个人能力那个展现 呃常见的问题与推荐排阵呃跟大家说了其实排阵那么多并不是一定要每一个排阵都要学清楚 呃即使大家是一个高手高手也是这几类排阵的用特别是无排阵的使用是最为关键的 呃希望大家呢把无排阵好好的运用 可以用清楚以及最主要的感情类的爱情维拉斯工作类的六毛新政以及学子类的呃多选一就可以了 呃还有还有一个大家需要搞清楚的就是关于连运的推测 十二张牌上面六张下面六张呃然后还有黄道十二宫就是对于某一时期一个人所有的运势 爱情呢工作学习啊是不是有敌人呢等等啊黄道十二宫这个排阵是很大的这种排阵搞清楚就可以了 其他的排阵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去把它呃一一的搞得非常清楚 一般的生活中呢我们把这些问题搞清楚呢就是已经足够了 然后因为无排阵非常重要呢我下面呃 在第三个方面呢我给大家着重的讲 介绍一下无排阵 呃无排阵呢有三个比较需要注意的 嗯下面我还举了一个非常小的例子呢 来辅佐我的讲解 第一点使用二十二张大牌或者是七十八张牌推测 可以适用于任何可占问题 每个位置呢不代表具体含义 但是要求占卜式能力水平较高 可以根据排行给出自己的观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无排阵三张呢以中间排为主 两侧修正 一大排为主 小排修正 这个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下面这个排阵我们可以看到呢 中间的这样排呢是柿子 力量排 那么以这样排的解释为主 呃以大排为主 小排修正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看大排呢就是达阿卡拉 达阿卡拉有呃这个力量 以及呃星星 这个两张大牌 然后一张小牌是权杖骑士 呃从第二点所给的规则上面 我们可以看出 这三张牌有一个主次 最重要的呢就是力量正 其次 星星正 再其次权杖骑士正 呃他们的这个 那么你第一点 跟他说的呢就是 力量正了 第三点 如果用到切盘呢 还应该看是否和三张牌会有加强或削弱的情况 注意元素的增强和削弱 这点很关键啊 呃这一点在接下来的 案例分析里面 我会给大家非常详细的介绍 这里面我啊稍微讲一个案例 我们可以看到 呃这个切牌呢是 圣碑期立位 这张牌 这个牌子呢是我为我的徒弟所推测的一个 他的 呃 我想一下 呃不是我的徒弟 是我的顾客 我的顾客在淘宝上的顾客 然后给他推测了一个 一个陌生人 对他的看法 他说陌生人比较 可能比较喜欢他呢 他想去确定一下 然后 然后我就给他 呃列出了一个这样的牌证 然后我切出他的心态呢 是圣碑期 然后呢 根据我对他的背景的 呃了解呢 以及他的反馈呢 我可以得知呢 他的心情呢 他现在也不知道 在感情中需要什么东西 呃他 他也不知道他自己看中的是对方的哪一点 他自己来说比较迷茫 所以呃切出圣碑期 呃呃 是可以这么理解的 然后呢 他的主牌呢 三张呢 分别是权杖骑士真伪 力量真伪和心心真伪 有以 力量真伪为主 呃 这三张牌呢 表示对方对他的心态 那么我们可以看中间这张牌 一个女人呢 呃 将一个狮子呢 驯服的很好 这典型呢 就是一个 内心力量 与外在强大力量的这样一个 呃 控制 也就是说 你再难 你再有危险性的敌人呢 对于一个心灵柔弱 或者是有宽容性的人来讲 有能力的人来讲呢 那也不在话下 那么这一点是什么意思呢 你想到他的背景 以及他的问不认特质呢 我可以呃 猜测出呢 对方呢 对于他来呃 对方呢 对于他呃 控制他的这个能力呢 是很是有的 对方是这样想的 自己是有能力去控制与他的发展的 而且可以控制的非常好 同时呢 认为对方的这个呃 野心呢 以及攻击性呢 是比较强的 然后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呃 他有一个呃 权杖骑士这样的一张牌 权杖骑士这张牌 呃 就是 对方呢 可能就是一个 权杖骑士一样 就是比较 呃 喜欢冲动 或者说是旅行 或者是火人数特别强的这样一个人 呃 喜欢有什么话就说 然后很直 很直接 然后这个猩猩呢 就是表示一种理想 但是同时暗含一些问题 问题就在于 呃 理想是一方面 现实呢 却是理想的对面 往往只看到了事情理想的成分 一些现实的成分呢 去没有看到 所以结合的这张牌呢 我就给对方推测了就是 首先第一点 对方是很有自信的和他相处的 而且呢 呃 这张牌就呃 这个无牌只能就是应该 来这样去解释 呃 但是有一点啊 就是这个 希望大家在以后给大家进行 给别人进行占卜的过程中 如果占到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就像今天这个结果是比较好的 然后你一定要呃 跟他说一下 呃 跟他说一下好结果呢 并不是无条件的 呃 那么怎么样去满足这个 好好好结果的去实现呢 一定要依据图画中给的一些 呃 一些牌的这样的一些 呃 指示呢 去给他一些建议 然后让他 这个 这么 让他好 有一点压力 让他去 实现这些条件呢 才会 得到真正的好 然后如果大家给大家占卜的时候呢 呃 占到一个 不是很好的结果呢 你就要鼓励你的当事人了 一定要按照牌中 所指呢 给他一些 呃 确实可行的建议 去突破 目前的这个障碍 然后实现一个好结果 呃 今天这个课呢 比较轻松 然后我们运用到的PPT呢 也比较的 呃 带有年味 呃 提前给大家拜一个早年 然后在下载课里面 我会讲一个 大家非常关注 也是最重要的一节课 也就是 我在某宝上面 的占卜情况 以及给大家进行一个 非常透彻的分析